真实快乐家全新系列 为您播出丰盛的乐龄生活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管家罗靖芳 非常高兴我们又与专业心理治疗师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袁凤珠老师面对面 凤珠姐你好 你好靖芳 凤珠姐上次您说过 我们不只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也要在年长的乐龄的这个阶段 更多的认识自己 对 上回有说到 人一生最失败就是没有好好认识自己 有一个脾气很恶劣的 而且常常骂妻子 常常对儿女的态度很恶劣 那可是他年老的突然间变了一个很慈祥的老人 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他说因为我的想法改变 所以改变思想很重要 他说有一次我参加这个葬礼 我就看到我的要好的朋友 他躺在棺木里 他的家里的人围绕着他 他的孩子起来讲述 这个父亲生前给他的印象 是多么多的帮助和多么多的榜样 他突然间想到说 我如果躺在棺木 我的孩子其实会怎么说我 看我 留下了什么给后人纪念的 对 所以他也看到我们的生命没有永远的 我们有个尽头 所以他这种的叫做彻悟 就是到他有行动起来 去做一些他向来以前没有做的事 所以一个人在生活中你发现他肯改变 通常也是他在他的性格品格上面 品格上面也是会有改变的 所以一个人你看他的思维 或者他对事情的看法很固执的 你会发现他的性格 他的行为也是不会改变的 其实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的人事物在改变 这个世界也是天天都在变 包括我们人自己 我们都是变的 问题是我们怎么变 怎么更新 要更新才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从这个人的分享 我也真正的也学习到说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的 我们不顺利 或者我们活得很安然 原来是由自己来做一个决定的 是的 我们可以变得更好 对 而且这个人的分享也让我看到 他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 承认自己的 因为有很多人 他自己性格不好 他的对人态度不好 可是他这是怪别人的 他觉得是别人惹他的 都是别人造成的 对 所以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 他也是一个真正属于自己了 并且有一种宽容舒适的 还有很诚实的面对生活 接受自己有落点 懂得怎么调 所以人到老年方才明白 但是他也跟我说了一句话 假如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明白 不是更好吗 对 早知如此 就何必当初是吗 其实人常常都是这样 如果如果什么的 对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东奔西奏 我心里要去改变我们周围的人 周围的事 其实真正要改变的 原来还是自己 是啊 凤之姐有一段话这么说 你不能够样样都顺利 但是可以事事尽力 你不能够左右天气 但是可以改变你的心情 你不能够选择容貌 但是可以展现你的笑容 你不能够预知明天 但是你可以用好今天 好好地把握今天 你不能够改变别人 你只能改变自己 这些话我觉得都非常能够帮助我们的 对 说的真的太对了 虽然我们这样子做到了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情绪情怀 我会觉得我们最大的困扰就是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绪 对吗 我在学校做很多年的辅导 我问很多的学生说 你小时候你的父母有没有引导你怎样表达情绪 怎样管理情绪 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他们说他们自己都管不好怎么教我们 真的是父母这个榜样很重要 孩子都要跟着父母来学习的 那很多人一般上尤其是男士 男士是比较擅长压抑自己的情绪的 所以为什么医学界里面就说 男性比女性短命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压抑得终 对吗 我会看到 那些比较会表达情绪的人 生气就生气 伤心就很伤心 就大哭一场 一场好哭 笑他就开来大笑 这样的人是身心里比较健康的 不过问题就在于他后来也很懊恼 就是他伤害别人 是的 他要收拾残局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 原来表达情绪也要有一个智慧 要就是 要认识情绪的状况 那有句话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 也就是说 反路到日落 对 也就是说 我是可以生气的 只是说 我不要因为生气 我的嘴说了罪恶的话 但会造成我过后更难受 对吗 所以我们要学习 这个表达生气 我们可以说 你这样说我 我很生气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很难受 这个我们要懂得来学习 那么我们至少我们要学一样就是 我要让对方知道我的感受 而不是去指责对方错的地方 那两方面都能够很好地来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了 凤朱姐有一些情况就是当事人他在面对这些情绪上的压力的时候 他感觉到很委屈 就是一下子很难冷静下来 结果情绪就爆发了 我想怎么从这个压力中走出来 也是需要一些方法的 对吗 您可以说说吗 对 我觉得就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首先就是我说的改变想法 我就是想到那个生活 懂得抖一抖 那有时候 要告诉自己几样的 这个思维 然后生活中一直操练 我的思维的想法是 当我很生气很发怒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我就会很快讲出来 或者我会像我对我妈妈 我会写信去跟她表达我的情绪 结果伤害我的母亲 对吗 那我就学到功课说 当我在有压力或者我情绪的时候 我要放慢我的说话的速度 放慢我的行动 那还有平时我们对待事情 人和事不要太严肃 可能就是我们也是生活中 或者我们的性格 我们有点会要事事求死 所以很认真的 很认真的 其实没有错 尤其是你很认真 你旁边的人又很散漫 又糊里糊涂 又跟你随便 哇 你就发怒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 不要太严肃 不要太认真 认真的人呢 自己很辛苦的 旁边人也很难受 然后渐行渐远 OK 那有的时候不然就打个电话 跟你最知心的朋友 先谢一下 那要好的朋友 先谢一下 哇 我的丈夫怎么可以这样 跟我说话 怎么可以这样子有此理 对 因为对方也是 他跟他的孩子 他的家婆有问题 还是打电话 跟我宣谢 不一定 我们要得到别人帮助 不过你会发现 这种的一种的鲜血 会让你有一种的释怀 所以难怪说 鲜血也是一种治疗 那有的时候呢 我会去外面走一走 当然我会让家里人知道 不要让他们 哇 打铜锣找我 我会说 我会出去走半小时 怎么突然间见不到人了 跑到哪里去了 会很担心 所以不要赌气 不要做不成熟的事 不要让家人担心 然后我们会 比如说我这几天 有一些压力的话 我会让自己放松一天 或者半天 至少我今天决定 做一件好的事情 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看花 我就会特地 驾车 跑到花园里去看花 那也告诉自己 你一天就担心一件事就好 那有时候每天 集中 经历几分钟 比如说我会集中 经历听一些信息 听一些 十五分钟 我很喜欢有一个牧者 叫做柯绍恩 他也只有十五分钟的分享 很积极又很安慰的 我会去听一下 那有时候我会记日记 记起来 有的时候我就会 故意业朋友聊天 谈心 是的 这样是挺好的 能够疏解一下 你的那种 就是忧闷 或者是负面的情绪 对 还有最主要就是 不管你多忙 你一定要锻炼身体健康 因为发现情绪不好的人 跟他身体不太健康 也有关系 你看你今天伤风磕售 你会发现 好像天要塌下来 情绪自然就不好了 所以锻炼身体很重要 还有 有时候你要找出一个 让你游戏的乐趣 就比如说 有些人的游戏乐趣是去游泳 那我的游戏乐趣呢 有时候我也会玩手机上的 这个游戏 或者我去拼图 或者我去拆迷 这些都会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广道 疏解出去 今天非常谢谢 专业心理治疗师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袁凤珠老师 跟我们谈有关这个乐灵人士 我们怎么样从一些的负面的情绪当中走出来 谢谢凤珠姐 谢谢 我们下支节目再会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我们下支节目